俗话说,男儿膝下有黄金,即便是普通人也不可能轻易下跪,更何况万目俱较的明星,然而仍有一些明星当众下跪,他们当中有人被网友痛批,有人被胜赞,小便为你盘点那些当众下跪的明星。 陶俊莹,2014年韩剧《来自惊星的你》火遍中国大江南北,金秀贤因饰演都教授一角,俘获不少女明星的芳心,其中包括陶俊莹,2014年5月27日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举行,陶俊莹作为颁奖人为金秀贤颁奖,亲见偶像激动不已,欲做出下跪的动作,此举引发诸多专益,不少网友对此也是颇为反感,还说杜海涛有伴儿了。 杜海涛,某次活动中,杜海涛偶像,韩国明星全智龙现身,杜海涛激动万分,单膝为全智龙斑脚,引发诸多非议,很多网友都指责杜海涛过分哈韩,有是中国人尊严。 王涵某次录制完天天下上,王涵向观众席下跪致谢,原来那期节目一共录制了整整八个小时,从中午录到凌晨,但观众仍未离场,这让王涵极为感动,因而做出跪谢举动。 网友有赞赏王涵,真性情,也有质疑其作秀,贾林沙依,喜乐街某期节目中,成龙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现场,引发观众席一片尖叫和掌声,贾林沙依更是直接跪下,欢迎成龙大驾光临。 此举被网友批评为缠妹谢霆锋,成都女孩梁希,身患白血病,最大的心愿是见偶像谢霆锋一面,心愿终于达成,谢霆锋则是直接下跪接受梁希的礼物,并与她亲密交谈,全程没站起来,被网友赞,真能量。